边城楼尾一名烧猪饭 因为不满隔壁铁工厂的重油漆味 经常飘到他家 影响了家中80多岁老人的健康 反而向工厂抛猪油和钻块 鲜泻不满 结果工厂的梦迹 穆斯林外劳不幸被猪油淋了满身 工厂东主曾经就此跟邻居交涉 结果一言不合 情况还发展成丢钻块和石头 两家人闹得非常难看 这家位于槟城农尾的铁工厂 因为在运作时经常传出刺鼻的油漆味 让隔壁人家忍无可忍 也是一名猪肉饭的邻居认为 油漆味影响了家中80岁老人的健康 去年年初开始向工厂 泼猪油丢砖块和石头抗疫 工厂东主指出 他们刻意以新版柱高围栏 尽可能的避免工厂作业影响到隔壁老人家 但是情况不见好转 由于邻居不断地抛制大块石头 甚至是红砖 工厂的围栏屋顶都被石头打破 索性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但是在工厂运职的莫斯林外劳 因为被淋得满身猪油 最后选择辞职 因为我的外劳有些是 班格拉杰他们是穆斯林的 如果破到他们不好 我说等下你破到他们穆斯林的话 他们比较会不喜欢 所以等下去到那边找他麻烦的时候 我们又不好 所以我又跟他讲过了 还是一样 另一名工厂职员 郑连金则说 他曾经对邻居好言相劝 但是对方还是我行我素 每一次都是早上七八点拖一次 下午三点多再拖一次 记者就此事询问隔壁邻居 而对方也承认是因为他们 布满工厂的油漆外 以及工人回扔东西的问题 才会泼猪油丢石头 虽然工厂老板已经向亚裔弹警方报案 不过这对见面分外眼红的铁厂业者 和烧猪饭却表示 毕竟大家都是邻居 愿意坐下来好好谈 找出双赢方案 NDB7 槟城采访报道